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想和各位同学讨论的问题 技术上是一个斜面的问题 但也希望同学可以把它拉广一点 看看如何处理动力学的问题 我们斜面问题的同学应该由高一开始 或者是初三的时候已经见过 我们希望这个问题不仅是单一 可以把它拉广一点 我们的题目就是 要如何找到最速降线 就是由高的地方 当它下降到底部的时候 不知是这里 然后上边下来 拿到底部的时候 如何轨迹是最快的 我们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如何处理 如果轨迹是平直 平直的时候 我们希望固定的底部 阔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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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 就是这样弯曲的阔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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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阔 就是实验的阔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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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实验做到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最底层的不同的实验 接着我们会用一些概念去归纳 这几样东西都称之为 例如拉,压,推,统统称之为力 我们就会将它上升成,变成一些概念 力是概念,位移是概念,速度都是概念 在这些不同的概念和概念之间 它可能会有些联系 最后我们在这个里面发现了 它会出现所谓的规律 就是会再上一层 这个比较前一点,不要紧 我们在不断建构规律的时候 我们慢慢能够解释到的现象越来越多 最后我们可以上升到原理的层次 你可能有不同的规律 最后你会上升到不同的层次 所以整个科学发现的过程 其实就是由事实的层面 一直到抽象原理的层面 这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当然我们很多科学家已经发现了 但如果我们没有走过这个路径 你将来就没办法成为科学家 也希望要多一些 你全部由感觉开始 你不要只是死记公式 公式的话 可能就是一些规律 是一些概念的层次 然后我们很多时候做题目 或者是工程上用来形容 就是说 已经掌握了一些规律 或者是原理 然后下去了 那就是一个形容的层面 如果你是利用这个原理去做一些 这些可能是已知的 我们见过的现象 这些就是 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就是所谓的解释 就是由上面下去 下面就是一个解释 如果是 我们将我们尝试用这个原理去推测 一些我们未曾做过的事情 那这个部分 可能就是另一块 这个我们就是所谓的预测 其实 解释和预测是同一回事 只不过是 我们曾经有没有见过这个现象 好 希望这个框架 同学就要记在心里面 好 请同学先看了 这个是中央大学 他做过一个斜面的实验 其实他做的就是 三条不同的斜度 究竟是哪个球 会落到比较多些 请同学先看了这个实验 再回来 以下我们就是由原理的层面去 去预测 究竟哪一个 或者可能你已经见到 你已经发现了 究竟哪一个斜度 是会落得最快 那我们尝试由原理的层面 去推翻转头 推翻出来 那这里我们就先将它简化 先讲 情景就是 你不用全画三个 因为这里有变数 我们可以用 数学的方法 用一些变数来代表 那我们不变的量 就是底下 这个闊度 这个闊度 不变 这个是以致的 我给他一个踢 然后呢 不同的斜度 其实只不过是 改变一个变数 改变这个θ角 最后希望 它由最上高 到最底 这个波 到最底的时候 所需要的时间 是一个最小值 即是说 我们呢 其实那个凡数 关系就是 你由不同的角度 θ 就会得出 不同的时间 下降的时间 那我们这里 都 順便 方便 给一些 残数 寫下 比如这个 一开始的高度 叫做h 当然这些不是独立 去到最后 就是h 是h 是h 和b 和θ tension的关系 还有这个斜边 斜边 我叫l 这样的关系 那我们又要建构 这个时间 如何随着 这个角度 而变的 这个数学关系 出来的 那 所有的动力学 的方式 都是一样 首先我们最开始 那个原理 最基本的原理 就是等于ma 由这个核心 开始 这样做下去 我把核心做 那是什么呢 我再问一下 先看一下 哪一个物件 我们选定 当然这个 这个物件 就是这个小球 它受到什么力量 就是它如何加速下降 这个后面就是运动的问题 那么 这个 它受到什么力量 这就是我们第一步 要做的就是 要做一个区域的受力分析 那么我画出它出来 那会受到什么力量 受到重力 这个 g mg 另外 斜面 是有一个 上压力 或者我们所谓的支持力 给它 这个n 那么 当它光滑 那么 我的假设 切f 等于零 没有摩擦力 于是 你只有两个力量 那么 最后 这个 f 等于ma 这个f 其实我们 是要 找它的合力 因为它 一定在斜面上 移动 所以它 最后 n 和mg 的关系 会有一个 四边的关系 这个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 才是合力 f 那么 我们 会很容易用 几毫的关系 知道 这个角是θ 那 这个 或者 我们 已经做过很多次 这个app 之旅是合力 等于mg sinθ 的 好 于是 由动力学 开始 等于ma app 扣出来 mg sinθ 不要跳来 我们全部由原理 开始 等于ma a 最后 很容易 找出 加速度 a 所以 a 等于g θ 这个 只是数学 然后 有了加速度 于是 可以求 这个时间 这个 就是 运动学的问题 好 我们搬开 流空间 做计算 记得 上面 就是动力的问题 现在我们下面做的 就是一个 运动的问题 你可以 用L 来计算 用H 或者用B 来计算 我用L 来计算 由上边线下来 你所需要的 时间 你可以用第二条 运动公式 就是 这个 位移L 等于 2分1 a t 平方 你就可以 得到 t 等于 2 L 除2 a 可以跟好 当然 你也可以用H 或者用B 做到 这个 完成了 时间 如何表达 但 现在t 等于 2 L 除2 a 是并没有θ 我们 于是 用数学的方法 将它 变回 θ 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我们需要有B 在图中 看到B 和L 是cos 所以我们会得到 L 其实会等于 B 除以cosθ 成定除 你看看 变大 变小 我知道L一定比B 而cosθ 一定比1 所以 你一定是除 除出来的数 才会变大 然后 将它 放入 时间 的变量 你跟好 2 B 再随意 A cosθ 顺手 把A 就是G sinθ cosθ 这样 再到这里 已经完成了 因为B 是一个 不变值 所以所有的θ 全部都是在底下 但因为它有两个sinθ 所以 我们可以再用少少 三角的技巧 将它写成一个配角 所以 它会等于 跟好 2B 接下来 2B 就是g 接下来 2 sinθ cosθ 它会变成 sin2θ 对不对 下面除以2 上面变成2 所以 结果 就会得到 是 跟好 4B 除以 g 接下来 就是 sin2θ 这就是 θ 和 t之间的 凡数 关系 到这里 数学就完了 接下来 变回物理 就要解释 怎样可以得到 t的最小值 因为 你的变数 就是在 sinθ 2θ 里面 我们很容易知道 θ有些极大极小值 0 1 什么时候会等于0 这个里面等于0 0 什么时候等于1 就是90度 但是90度的时候 就是θ要45度 2×45度 才90度 如果您很确定 如果您很确定 这样写 我们知道 sinθ 的分母 本来是小于1的数 现在 就是因为 最极小 极小 极小 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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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 就是1 那时候 分母是最大的 分母是最大的 反而令到数是最小的 所以 这个一定是大于或者等于这个 我们写出了这儿 不等式就知道 所有的时间 最小的数值就是这个 那我们就可以预测到 那三条平直的斜坡 45度的时候 是会滑到底的时候 是最快的 那这个就是结论 好 好 那如果不平 那怎样呢 那就倒曲线了 那就 会不会 有些可能 就是 这个曲线 同样的起点 和45度的起点 是一样的 中点是一样的 但是呢 我就是改变它不同的 弯曲的程度 怎样的情况 有没有可能 会比刚才那个 更好 4B 除而知 是更加快 更加短的时间 那这个呢 就超出了我们 目前能够 掌握的数学范围 所以 请同学 再看另外 另外 那两个 有一个 youtube的短片 那个 link 我们在功课 会看到 那看完之后 那请同学 就会 将你所发现的东西 然后呢 就将它 集中在 那里 一起提出 和分享 给同学 那我们今次的 讲解到此为止 多谢各位